洛杉矶的房地产市场持续的火爆 加州房产经纪人协会在7月份发布了6月份的房产数据 大家好,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Chris Liu 咱们先看一下洛杉矶线的数据 6月份相比去年同期上涨28.5% 销量增加42% 而房源数减少了21.4% 而城县中位数到了114万 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.8% 销量增加61.6% 而房源数减少了42% 而内陆地区中位数43.5万 增长了33.8% 销量增加了17% 房源减少了20.3% 最后看河滨县 中位数57.5万 增长了27.8% 销量增加了17% 而房源数减少了36.6% 房源在市场上的中位数都是8天 去年开始的这波上涨 从低价位区到高价位区延续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高价位区正在补位 今年年初预测的呈现 比如森林湖地区 到现在都有很好的表现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